乙粉种类多 千层面就是其中一种 而肉酱千层面 相信是大家都超熟悉的味道 想在家里完美还圆? 大厨私藏秘技 大家一定要知道 听说青咖喱和烧鸭 原来都是完美的组合 是泰国人的家传菜式 你是不是都想学呢? 这集有大厨强哥 强哥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意粉 但意粉也有很多种类的 是 红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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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我又不知道是配什么汁 其实配什么汁都没什么所谓 你选择一些有烤焦的粉 例如萝卜丁尼 或者萝卜洋葡萄的那类 它吸收汁会更好 如果煮一些 譬如忌廉汁 或者汁比较多的那些 那些就会更好 因为烤焦里面可以藏着汁 吃下去充满汁的味道 就像卡帕拉那种 是的 今天你又教你做什么意粉 今天我做的叫辣山 就是千层面 这块是好的 就是不用煮的 很方便 对,因为我以前学习的时候 煮的这个粉很痛苦 因为它会黏着 黏着就会坏了 如果你上粉的时候不是完整 师傅会扭到你飞气 那有了它就方便了 对,基本上我们煮汁之后 如果我们放在锅里面 将它黏着汁一起放入焗炉焗 它就会熟了 明白了 好,那今天的千层面呢 我做一个很传统的味道 就是肉汁和白汁 我喜欢这个 对,你喜欢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些材料 我们需要一些番茄 是 番茄我们会把锅里切成肉 我先切一切给你看 我们可以这样把这里切掉 先切到头尾 先切到头尾 然后拿一刀在锅里面 然后这样一路弹一路转 这一刻也要有技巧 好 所以如果不行 就像平时那样切就行了 然后拿锅里面 那其实要的部分很少 不是,我用到的 我们这样切掉 让我们切粒 稍后我这个是最后才放的 就会有一些口感在里面 让你可以咬到一粒番茄的口感 好,那刚才你说锅里面是不用的 其实不是的 我们现在轻轻切碎它 这个锅里面也是 如果你有搅拌机的话 直接把它打烂做好 不过都可以不用了 这样切碎它 待会我们煮肉汁的时候 放进去一起煮烂番茄 对了,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要做肉汁了 当然有肉 那我们要加一些牛肉 但是你今天看到牛肉 是比较白身的 对 其实里面的脂肪会比较多 我们这种有三成的脂肪 为什么呢 因为我炒下去 我想有一些牛的香味 肉汁的 另外我们有一些洋葱碎 这里是蒜头 最后一样东西 二色番茄酱是我们会用的 就是这一种 现在我们开始煮肉汁了 首先我们给橄榄油炒牛 加进去 好 先煎香牛肉碎 好,我想说牛肉碎之后 我们要炒一下 不停地按它 因为如果你不按它 它有机会变成像饼饼 那就不漂亮 我要把它碎掉 会变成肉饼 对,它会变成肉 你煎它是恐怖包 而且你先煎它 是否让肉汁都可以 舀出来 没错 好,当你看到肉的颜色 开始变成颜色 开始变成颜色之后 你可以加入其他配料 首先我们会先加蒜头 好,然后可以加洋葱 强哥,你这次的肉酱饼层面 是否用它焗的 会的,是 那如果是那种配料 也不需要太熟呢 要熟了 要熟了 对,不要太濕了 好,如果看到它干了一点 就再加少许油 让它可以再炒香一点 好,当你看到所有的肉 洋葱都香软了之后 我们可以加另一样材料 是刚才那些番茄 番茄 对,先放浪 番茄通常要煮久一点才会软身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食材 如果你真的要煮一个很正宗的肉酱 有很多东西要加洋葱 西芹 红酒 可能要加香叶 香草 萝卜是否也会加多少 要的… 但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可以和大家选择 这个选择单单其实也挺香 对,你用意粉就打 你做肉,你做千层面 没问题 这些材料全部软上香之后 我们将番茄酱加进去 可以加了番茄酱 颜色丰富了很多 对 你加了之后 你看到它比较干,所以 我们加一点鸡汤 或是加一点水就行了 一点就行了 其实这个状态是要稍稠的 还是要稠稠一点 要稠一点 但因为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很难 如果太干的话 你不能煮 把水慢慢煮 然后我们将它收小火 什么状态为之可以 就是你看到刚才的番茄 洋葱 所有的东西都烂了 好像一个酱 而且比较干 加上番茄粒 调味,盐胡椒 这样就可以起立了 对 打完肉酱之后 我们做另一个汁 做完滑汁给你们看 现在我们做滑汁给你们看 好,需要什么材料呢 很简单 牛油 面粉 奶 还有鸡汤 这真的很简单 四样的 这几样材料你家里也有 对 那第一步是怎样呢 第一步我们先烧一锅 用牛油和面粉做面露 看到那些牛油已经全部 差不多融入了 是 但记得火不太大 因为我们在做白汁 即是牛油变成啡色 做出来的面露就会变成啡色 就变成黄汁了 不是变成白汁了 好的 好,接着我们把面粉放进去 为什么用这只面露 因为面露的白汁会稠一点 因为我们要烤它 如果我们用西式的 那些很稀身的 它不够挺身 顶着它 可能会塌上去 这层面就会变形 对 所以这个方法反而帮到手了 对 所有东西都混合了 那我们先用鸡汤 慢慢地加进去 少许鸡汤加进去 同时搅拌它 对,搅拌它 然后你看到火的汤都吸收了 全都涨了 然后再加另一样东西 这个做法真是… 学会了的话也挺好用的 对 例如西式的汤、浓汤、忌廉汤 都可以用这种做的 总之记得慢慢地加 汁就不会起粒了 而且面粉肯定会变熟 吃不到面粉的味道 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你看到很浮身 好像高壮了 你可以加上去 完全没有加进去 好,把所有的水分 把所有的水分都吸收 然后汁没有粒粒 就会吸收得多了 好,你看到所有的鸡汤都吸收了 那我们转转去 再加一些烂 然后我们把它滚起来 现在一个状态 就是这么稠的 好像芝士这么稠 没错 煮的时候要不停地搅拌 因为它挺容易黏着的 对 好,现在调味就可以了 那我用盐和胡椒就可以了 好 而且这么稠 你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些煮熟会烫到你 所以你把它搅拌好一点 火到这样的状态就收起来 我看到你长期都是小火的 对,这个真的很容易焦 好,现在我们开始组装千层面 好 首先我们找一个合适的皮鸣 长形焗就可以了 首先把白汁放在底下 我先放在底下 先放在底下 然后我们扫平 好,第一件事 我们先放千层面 先放在底下 你这样放一块 然后再放一块 然后再放一块 这个位置是可以補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拍一半 对,拆开就可以了 好 这个像拼圖一样 对,拼圖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放一些肉酱 放在底下 哦 � 就说 底下的液就是白汁 对 然后中间的一个位置就是肉酱 对 又不用那么厚的,薄一点 就可以了 薄一点的,是否口感会更好 danger 是不要一咬下去的时候 很多肉酱就消失了 多些层数才粘得住 对 所以看到剛才把番茄放進去 你會吃到這粒粒的番茄的口感 好,我們放芝士進去 芝士有兩種車打 一種橙車打,一種黃車打 我們撒上去 是否車打芝士是最適合的? 沒錯 例如巴馬桑芝士,這一類 不需要的,因為車打芝士的黏度 和味道都可以 如果是巴馬桑,可能會太濃 如果用摩西拉,那些絲,斜得太多 當你切下去,它會散開,會黏得太濕 明白 好,我們放進去 然後再放清澱麵 好,然後我們又放白汁 白汁不用太多 如果是難推開的,你把它撥開 好,然後這邊又放… 逐漿 好,現在已經做了四層 最後我們放在上面放芝士 放進去180度焗 半小時就可以了 好,強哥,肉醬千層麵正在焗 下一節回來教我們做甚麼 不如我們做青咖哩鴨,好嗎 太適合的 好 好,待會見 回來,強哥,你教我們做青咖哩鴨嗎 對 好,今天我們選了半隻燒鴨 我先把它擦在肉上 先剪一塊 看到我說過青咖哩比較辣嗎 對,最辣的 最辣的 我希望今天放一點鹽和酸酸的 生果在中和版的味道 讓它吃得更舒服 有一點料理 還有燒鴨的燒味味很重 其實這幾種的燒鴨是挺好吃的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會用紅咖哩去做 但我覺得用青咖哩做的 好像有另一個風味 而且我小時候吃過 你小時候吃過 媽媽做過給你吃的 是好吃的 是配合的 我覺得很好吃的 對,所以別管它配合 今天我會信任你了 好 強哥很少見人 用葡萄來做一個菜 為何會想到用葡萄呢 其實葡萄的酸味和甜味 是很配合青咖哩的 而且為何要選青葡萄 因為我們做青咖哩 都放在紅色的葡萄裡 青咖哩和青葡萄的顏色是一致的 但記住一樣東西 要選一些無核的 好,接著我們切泰國茄子 我們把它撕掉 這個泰式葡萄經常都上肩 對,這個經常常見 對,有些小得像青咖哩也有 我很喜歡吃的,很爽口 對,很爽口 而且汁又很入味 對,吸汁也會 但記得不要這麼早切 差不多煮才切 因為它很容易黃 而且它不用煮太久 基本上最最後一刻 放下去滾滾就可以了 因為脆身最好吃的 對,沒錯 好,剛才我們把鴨肉起了 現在只剩下鴨骨 我不想浪費了 所以我把鴨肉煮出來 讓一些燒鴨的味道 在咖哩中出現,好嗎 好 好,那我放進去 這個真是最高境界 鴨的精華在汁裡 也可以試出來 加一個米粉 然後煮鴨腿湯米 有,然後轉了菜式 對 我們煮它半個小時 15分鐘左右 出現味道就可以了 好,在煮鴨水的時候 我們把醬汁給它用,好嗎 好 因為青咖哩 如果只靠青咖哩糕 它不夠青 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首先把金不換葉 加一些椰汁,打爛它 這樣也可以 然後放在一起滾 它就會變青一點 對 好 我們選一些太鼻素葉 好,那我加少許椰漿 有沒有比例上有多少 沒有的,打爛它就夠了 夠了 夠了,轉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打爛它了 好 現在這個打爛了 我們拿給你看看 根本就是泰式青咖哩的顏色 對 好的 好,留意今天煮的方法 有一點特別 因為我們平時煮雞的食物 會用油,爆香青咖哩 爆香雞的食物 但今天我們燒鴨 基本上已經燒好了 所以不用煮它 那是怎樣令醬汁有那種香味 所以這個方法很特別 是 首先我們把椰漿倒進去 不用太多的 好,把它拿走 然後我們把青咖哩糕加進去 為甚麼先倒了椰漿呢 是 其實椰漿裡面充滿了椰子油 現在我們在這裡用慢火去煮它 其實煮一下椰漿的水分離開之後 它就剩下椰子油 那些椰漿就在爆香青咖哩 難怪它不會黏底 不會的,對 我們保持這樣膠 然後你會聞到很香的椰漿味 還有青咖哩味 這個做了一個爆香的動作 期間這個火較小 如何為之成功 就是所有青咖哩的香味都出來了 而且你看到有一點油 慢慢滲出來 對,把椰漿油滲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步驟就可以了 對 你看到油開始爆出來了 好像聞不出來了 聞不出來了 對,我們繼續再攪拌它 這個味道很聰明 對 想吃嗎 但是強哥 一般我都看到椰漿是在最後才加的 是,其實我剩下的椰漿 我還是最後才加進去 我不會加完 而且這個動作我都要做的 首先真的要把椰漿油逼出來 香才會香 而且你真的吃過那些泰式的咖哩 你會看到有很多油在表面出現 那些油其實就是椰子油 對 我們這樣做之後 最後放椰漿油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更稀 變得更白 對,所以這兩個動作分開做 這樣就可以做到效果了 接下來加什麼呢,強哥 好,我們再加多一點椰漿油 先加到這裡的一半 好,你看到呢 我們先打開它 好,其實現在的情況有點太稠 我們放剛才我們做的鴨湯 鴨湯 要放一半才到 然後呢 我印象中,青咖哩也是稀稀的 對,稀稀的 我印象中,泰式的咖哩 它的稀稠度是稀得像水一樣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香港人吃的話 會覺得好像稀得像湯一樣 是 所以我會做稀稠一點 所以我會煮久一點 讓它更稀稠一點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打開大火 滾的期間,我們加上香料 第一樣就是青檸葉 好,全部放進去 我們先煮一煮 好,另外我們可以放椰塘進去 有些甜味 我覺得每一道泰國菜 椰塘都必須要放才像泰國菜式 椰塘魚露 椰塘魚露 記住這個秘訣 椰塘魚露 酸的菜式就要青檸 好,收回小火 好,就可以放燒鴨進去 拿燒鴨後,火不要太大 慢一點 因為怕燒鴨煮得太老 也不好吃 所以小火也可以嗎 對,小火也可以 然後放茄子,放椰漿 我感受到已經到尾聲了 因為你說茄子是最後才放的 對 擔心煮得太軟 好,你看到它稍微煮得太軟 你把剛才的金不換椰漿 放進去 對,不要忘記它 放進去 這個做法很特別 是不是最傳統的做法 都會是這樣 分開攪拌一下 金不換和椰漿再放進去 也不是的 有些可能會把金不換 搓碎在炒青芥末的時候一起做 對,我覺得這樣做 會比較容易帶出的味道 而且顏色真的好很多 我們會馬上清潔,對嗎 對 對,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嘗一嘗味 首先我們加了魚露加一半 適合你 夠了辣 夠了辣 對 我覺得鹹的味道差一點 我們加上剛才剩下的魚露 吃辣東西真的越吃越開胃 對 已經接近尾聲了 好,看到它還滾起了 皮子 最後才加水果 對 這個鋪排是否專頁的 對,沒錯 強哥,生瓜是否不要煮那麼久 對,沒錯 因為煮那麼久會酸的 我們做最後差不多完成的時候 放進去 用它的餘溫去令味道出現 好,現在已經滾起了 我們關火 加上金不換去拌勻就可以了 Malays是肉類的 煮得滿足的 是肉類的 煮得滿足的 放在煮味道 你也知道 有個冷血只能吃,可以吃 ivolous味道 你會這樣吃 就是非常好 對,混合力道 這次是蔬菜式 對 一個是西式,一個是泰式 好,先試哪個 先吃千層麵吧 好,肉醬千層麵 黃金脆皮的表面是不少的 而且一層做足了的感覺 懂得吃的話,就要幾層一起放進口 這個千層麵剛好 很邪惡 對 這個肉醬千層麵 你看到嗎?我做了白汁 我做了白汁,但剛才白汁完全不見 對 因為裡面吸收了千層麵 而且跟肉醬融為一體 而且番茄味道很鮮甜 對,新鮮番茄 裡面有一粒粒的番茄肉 而且每一層你咬的時候 有些芝士滲出來 沒錯 所以我說真的很邪惡 沒錯 我決定吃完這個,去攪拌10個圈 我想要20個 要20個嗎?20個圈 10個吧 好,10個圈 對,我也覺得不需要太多肉 我也覺得也是 對 番茄的比例會比較多 是 所以吃下去又不是超級膩 對,很棒 好,先試這個泰式青咖哩鴨 我還有飯菜 對 因為拌飯真的是一流,對嗎? 沒錯 好,當然要先嘗嘗它的主角鴨 好 很韌 不可憐 好 淡淡肉,沒有骨 是不是很好吃呢? 對,而且青咖哩的醬汁 是很吸引的 對 還有記住…不要沸騰太久 差不多要再加進去 其實把青咖哩的熱力慢慢滲 讓它煮熱的鴨就可以了 我本來以為你加了很多椰漿 是 會很難的 不會 但因為你的香料、金不換 最加上檸檬葉 是 其他的配料很開胃 有菠蘿味滲出來 對 這個很辣的,我很適合 你適合嗎? 我很適合,你把這道菜式昇華再昇華 對,如果覺得辣,先吃一口蹄子 還有水果 因為真的會追飯吃 追飯吃? 對 我應該煮過… 很好吃 那些油酥餅的味道很好 油酥餅? 對 再加進青咖哩裡 可以的 真的 你真的顛覆了我的想像 強哥,很厲害 謝謝你教我們這兩道 這麼出色的菜式 你下集沒理由不上來吧 一定會 好,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每天都有一個難題 就是今晚吃什麼菜? 看看大廚有什麼好主意 可以幫你在餐桌上加分 排骨在家常便飯中受歡迎的主角 做法多變,每天吃都不會厭 梅膏骨,味道酸甜 椒鹽骨,野味香脆 令你胃口大開 水療餅 大廚有些重點 ,放在一起 陀麗 水療 可以 但是